这个八字带已经绑了大概三个几天 从来好了 老师您好 这个八字带您跟我介绍 因为我这个地方 这个肩胛骨有后患 虽然我们前面已经做了几次的 大概做了五六次的调整 但是没有那么快 它已经有很大的改善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有后患 所以您有介绍我做这个八字带 这八字带我也做了三天了 我都是白天我也带着晚上 我觉得好像也不怎么妨害 我也给它带 可是我觉得可能晚上这边会压到 我还在考虑 我要不要继续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带 您认为说晚上这样也带的好吗 因为在你的起码在这边会割到 晚上睡觉品质会比较不好 是是是好像有一点 但是我还是半夜没有醒来 但是早上起来这边好像 KKK有压到 好像不是很舒服 我睡了三个晚上 因为我们这个树袋 它本身这边有信 庄里面有心 所以会比较紧 我讲到这个知道吗 已经上天了 今天早上就觉得这里 连续二十四乘三 七十二小时了 所以我这边觉得是有一点是有点不舒服 是的 所以我每一次带这个的时候都会做一种小故事 是 我三年前嘛 从马来西来的学生来学义古辽法 他来的时候呢 又驼背 坐又坐歪的 我说那那个摸摸他一过来 我就把他绑起来了 好了 上课要上七天 到第五天的时候 他跟我讲 老师 你知道什么要在卖旗袍 我说 为什么突然想要做旗袍 实在讲 我回去 一个礼拜之后呢 我女儿要结婚 我是很想穿旗袍 参加她的婚礼 但是你知道 我看 你看我脖背身体又歪的 我就不敢这奢行 但是呢 我这绑了几天之后 我回hotel 每一次照镜子 我就会发现自己的背不妥了 胸部也挺起来了 身体也不歪了 那说 这绑这个八字袋呢 可以让你的驼背改善 为什么呢 我们来临临背一下哈 很多驼背呢 这边那个肩胛骨都会向后翻 穿旗袍也就不好看 这大家知道 但是呢 我们绑这个八字袋绑之后 你的肩胛骨呢 会恢复到 你该有位置上 不会向后翻 所以说 把八字袋呢 不仅可以让你的肩胛骨平 甚至于呢 你身体歪掉了 都可以正回来 就是说很多驼背 驼背呢 很多原因呢 它会什么呢 会那个骨盆呢 向后牵倒 向后牵倒呢 背就驼起来 这是一个概念 所以说 当你把这些夹起来的时候 你的屁股自然都会翘起来 恢复那个少女时代的 徒步的翘头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 在什么状态 肩胛骨要平 背不脱的 屁股要翘起来 那才写出一个女人 该有的曲线 所以这绑这个呢 会帮助你 那个 恢复你年轻时候的曲线 太好了 这一个女人 所欺求就是身体要正 看起来就是很有精神 不驼背 屁股不会向后牵倒 好的 谢谢 就是说 上次你有跟我讲过说 这个 提腿 要提腿 这跟这有关系 你这边一绑起来 它就提腿 哦 你绑起来就挺好的 哦 是 你看你整个力量 就向这边拉的 屁股一顺便挺起来 头就挺起来 哦 这样 所以不必做 你上次介绍的那个 哦 那个看起半 它是已经吹得太厉害了 哦 那一个捕住的方法 是是是 我大概没有这么严重 没有没有 你应该都没做 哦 还好啊 所以我用这个 就希望你在游泳 哦 你如果那个蝶式的 都不会用了很多的力量 还好 你虽然掉了一点 但是 对 我这有掉 这个人能力 跟什么有关系 地心里面也关系 所以我现在做这个八字带 会帮忙他 会会会会 你看 你绝对不会脱背 你绑起来 你要脱背 就会有拉车感 你就会提醒自己 所以一个好的工具呢 它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提醒不要脱背 第二个它真的把肩胶骨 拉平 好的 那 那 请问一下 我这个要 大概要带 多久 以我们过去的经验 一个礼拜到十天 一个礼拜到十天 都会很明显的效果 那十天以后 还要继续弄吗 还是 一个礼拜 你把它看成生活的一部分 对 对 跟坐屈身 我们绑脚睡觉 一样 一股疗法 它是这样子 它是算三个医学 你还没有发生之前 你来了解一股疗法 学习一股疗法 这样你服教保持在正位 那就是 预防医学 一般一股疗法 你已经发生了 对身体歪的 侧弯的 长官角 你就来治疗 这是治疗的医学 第三个呢 一股疗法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 叫 预后保健 老师不帮你调缓正的 你自己努力了 让你身体正的 那如何保持呢 一股疗法有这一套东西 就是你每天 当作生活的一部分 我常常讲 一日为一股人 周生为一股人 不要忘记你来学的初衷 你让你身体保持一直在正位 每天老师交代给你的 homework 家人作为 每天都去做 你身体保持在正位 三正 左右正 前后正 那骨盆再正 就是做骨正 骨骨正 骨盆正 上缘正 手骨要正 那每股正 很多人每股啊 有高低啊 曾经我一个瑜伽老师 他来调 他脸是歪的 每股是高的 眼睛有道小 给我调调调 一阵子之后呢 完全都平 诶 他本来要画眉毛 女生要漂亮嘛 画眉毛 他每次要画的时候 老师 画眉毛很辛苦啊 我怎么还不辛苦 眉画的时候 拿一把尺 画在上面 这样画 不然你画的 顺着眉骨这样画 就是有高低 但是呢 自从调整衣服了完 调好了之后呢 画眉毛很轻松 顺着眉骨画就好 这也是一个对女生来讲是很方便 是是是 好 那谢谢老师 那不客气啊 谢谢 我发现喔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因为今天早上起来 不是很舒服 我就把它卸下来了 卸下来我出门的时候 我吃完饭就出门了 忘记把它带起来 那走在半路上 我才想起来 哎呀今天没有带 但是我发现我已经有意识的身体是比较正 不过我去了我妈那边就给她拉了 因为我妈那边我也放了一些 我就拿了一些给她弄 但是呢 如果现在这个太硬 而柔软 柔软了之后就不会 像我在中立的很多学生 看另外自己 另外自己缝的 就是没有性 就比较不会 可以用没有性的 可以用没有性的 对对对 这样 因为我们绑匠的时候呢 不希望那个肉掐得太深 袋子掐得太深不好 所以说我们会弄个性 但是呢 如果放到煎八字袋的话 没有性的就好了 哦是这样 你会迷信吗 什么迷信 针车 哦我不会 我妈妈会 因为我以前都是我妈 帮我坐牢坐 哈哈哈 我的针车 都是我妈做的 但是都是九十几分 哈哈哈 妈妈的功夫好 都是妈妈的功夫好 我妈很喜欢做这些 所以我自己是 我拿真钱 那么实际上是比拿厨头很高 哈哈哈 好 好 加油了 好的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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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